2024巴黎奥运中华队已经凯旋归来 花莲的玉礼牧响家 台湾工艺中心甄选通过入围 牧响家的王嘉纳师徒6人 将会带着创作的家具作品 参加9月份在巴黎举办的 2024国际时尚家具设计展 牧响家的学生们 希望这一次能够和欧洲其他国家的 牧翼创作讲师交流学习 来提升牧翼技术和艺术 为了9月登场的2024法国巴黎 时尚居家设计展 玉礼手作家具品牌牧响家 即便从去年开始就一路忙得不可开交 不过暑假期间仍不忘开办 基础牧工体验课程 推广并让学生体验 牧工工艺创作的乐趣 下个月的5号到9号 这个展览的期间 我们所有这些工坊里的孩子 我们都会带到巴黎去 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机会 让国际的朋友能够看得到 这些孩子做的家具 那另外呢 也能够让这些孩子去外面看看 辽阔的世界 然后让他们去外面 去增广见闻 今日全台感动于2024巴黎奥运中华队选手们奋战夺牌的精神 而获得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品牌甄选 也即将代表台湾参加同样也在法国巴黎所举办的巴黎时尚居家设计展 笑着说也是中华队的年轻牡医师 也做足了学习的准备 这次上去展览的时候就有点吓到 蛮惊讶的 那有没有做什么样的准备 或者是到那边希望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 刚好是展览嘛 所以我们也可以去看别人的作品 就是不局限在台湾 就是可以多看国外的其他国家的作品 这个出国的意义很大 因为毕竟就是第一次出国可以看到更多国外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那看到的东西就是自己的收获嘛 那带回来的话在做家居上或者是一些想法上 会有更多的不一样的想法 除了潘绍晨、李博志之外 牧想家有许多年轻牧医师 几乎都是汪加纳老师从玉东国中培训指导而来 这一次师徒一起以台湾相思目 搭配佐西香水温石材料创作 要让花莲木工工艺技术之美被世界看到 我们的家具都用比较简约的线条 然后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但是我们的结构都是按照古法 用采用水卯的方式 然后让家具的强度变得很强 然后它的配件不多 但是线条很优雅 这些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也学到怎么 除了制作家具之外要懂得怎么去雕塑去研磨 然后甚至最后的编织 这些东西从头到尾让孩子去做学习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除了很节能减碳之外 另外的话这也是从头到尾由孩子去制作出来的家具 其实我觉得意义非凡 今年三月穆想家设计制作的石温石香丝木餐桌 才获得国际IF设计大奖 并且也成为行政院首选品牌定制外宾式桌椅 现在即将代表台湾前进2024巴黎时尚家具设计展 穆想家的王嘉纳老师这一次要带领学生 师徒一起在欧洲大展身手 记者师御兰 玉璃镇采访报道